欢迎大家来到5月1日的桑普论症 我们今天这节短一点 希望跟大家讲一个比较重要的新闻 很少的现在的新闻 covers这件新闻 以为这件事不重要 但我因为经历过2019年2020年的武汉肺炎的爆发 尤其这一点是需要大家完全有清晰的认识 这件事很可能会引发成一个蝴蝶效应 或者未必的 希望不会 但我只是说这件事大家需要密切关注 因为关于实验室的东西 就是什么P4实验室的东西我们已经讲了很多 但有一间P3实验室出事 出事不是说泄漏什么 而是一个关闭维权事件 会引发有什么风险呢 这件事是需要大家好好分析的 希望大家支持我的频道 comment like share 月初了 希望能够subscribe YouTube Patreon 每个月订额付费去支持我的所有事业 也希望大家尤其关于台湾香港协会方面的一些 关于紧急的支援的服务 希望大家能够看完广告 看完片 用Superfans的功能支持赞助本人 这个美国世界日报 世界新闻网基本上有这个报导 标题是这样写的 新冠专家P3实验室特遭封闭 学生维权与公安冲突 张永震睡门外抗议 何人是张永震呢 就在我们讲一讲 中国著名的病毒专家就是张永震 他主持一间的上海东华病原生物学研究所 P3实验室 P3实验室就没有到P4那么厉害 换言之 他的防护设备是有的 但是他没有到P4那么严格 照理他研究的病毒没有P4那么复杂 那么大的传染性 但是这个只是一个量的问题 不是质的变化 总之这间P3实验室一定有接触过 不同类型的病毒 不要说SARS、伊波拉、或者其他的 无肺德等等的东西都分分钟有接触过 好了 这间中心记住不在武汉 在上海东华病原生物学研究所 这个地方被上海市公共卫生 拔我饭碗嘛 全国五分之一公务员已经没山水了 我这些武功都有努力啦 帮你做生化武器 对不对 够到生物实验 那无论你军用民用什么都好 你不要脱脱我的饭碗 要求恢复正常研究工作 但被公安和保安维稳 双方发生肢体冲突 即打起来 有学生在维权中倒地 主持这个实验室的病毒学家张永震 赶回到实验室 带领学生坐在实验室门外 继续和公卫中心去做抗争 那就是说 由老师、创办人 一路到学生都和官方对立 这件事是央广网引述 李老师不是你老师的 Twitter和微博的报导 就说张永震28号晚起 428夜晚起 在实验室门外打地铺过夜 抗议中心强行驱离 他的这个研究团队 29日更加冲上微博热手 所以这件事在中国 已经发生了很重要的一种热手 但是一冲上微博热手 不到半个小时阵压下来 所以全部现在禁声 当时看不到的 之后看不到 在这个亡疫情爆发期间 张永震团队率先破疫 和公布新冠病毒全基因组的序列 当时就是这个团队 你说无功都有劳 无劳都有功 对不对 所以冠名率领团队 破疫公布新冠病毒全基因组序列 就是整个全基因组序列 他公布的 真真假讲我才不会 他对共产党无功都有劳 不是对我有功 无功 共产党害了那么久 你公布有什么意思呢 是很后期才公布 OK 2020年的张永震入选 Nature自然期刊 就是医学期刊的年度十大人物 他当然是有这样的公分 针底铁冲突事件 张永震29日发表声明 指出相信国家社会 会给他们一个公平公正的对待 声明发表之后 公伟中心上星期突然召开紧急会议 只是用了一分钟宣布P3实验室要升级改造 勒令两天内搬离所有的东西 在场的团队人员都未听到有具体搬到哪里安排 换言之就是炒了他们 总之突然之间下 公伟中心开了紧急会议 一分钟宣布 这个P3实验室要升级改造 勒令两天搬离 搬到哪里不告诉你 换言之 当你冬菇咯 当你完全望无头水 那么这个里面是否牵涉到一些权力斗争 权钱交易 互相有贵赂的问题 有可能 但我认为 到P3实验室这个层次 并不是贵赂的问题那么简单 它涉及到一个政治的压力 要改造一些 甚至没有认为 P3实验室是要这样做 先有泄漏在前 之后才要宣布紧急宣布升级改造 即是说 第一 这件事发生这样的事 是否先有泄漏 先引发了所谓突然之间关停 叫他们走人 你不告诉他们 你走到哪个地方 And there's something wrong about it 你用常识想想 是否已经有泄漏在前 这个我想可能性挺高的 第二个就是说 即使没有泄漏在前 完全是突然之间要封铺 那是否涉及到 有些事情 有个危险正在要爆发 它要禁止这件事 即是没有真的出现的事情 但有危险禁止了 这个比较安全 但我以为这个可能性不高 第三个就是说 可能性亦都颇高的 就是什么呢 就是我这群这样的 盛世人士 将永镇及各班研究的人缘 因为被要求搬离 在搬离之前 会不会激于憤慨 而去做手脚 将原先没有泄漏的东西 故意去播毒呢 这个很值得去看 我想第一和第三点 先有泄漏 要是后有报复呢 两个风险我都无法排除 而我觉得第一个可能性 比较高一点 我从常理去看 为什么你要人家搬离 两天内搬离 然后你没有指示去哪个地方 如果权力斗争是这样 你不怕那帮人 会龙女鸡作反吗 你要升级改造 for what? 是不是有些事情 something is wrong in the first place 你才要做升级改造呢 声明又指出 后来经过询问 主观答复他们 搬到另一位教授的实验室 为什么这么临急临忙 堵写楼械 一分钟宣布 两天内搬离 你问我就告诉你 去某一位A军的实验室 但他们从没有考虑过 这位老师的实验室 是不是能够满足他们 当前的实验要求 quote就是这么说的 我们组有大量病原未知的样本 按照生物安全要求 至少要在P2实验室进行 据我们了解这位老师的课题组 目前并没有备案的P2实验室 就是完全脱漏 随便点指冰冰 随便手指指就找这个教授 但那个教授根本上没有P2实验室 至少要有个设备 再不要说P3 就是防护设备绝对不够 这个声明指控 当局已经不让他们进入实验室 继续未完成的实验 也不让他们拿回自己的私人物品 根据党媒新黄河的报导 张永震和团队学生在4月29日下午 仍然在门口围着静坐 张永震说 目前我们仍然在等待解决问题 但没有人过来解决 而张永震在微博连夜的发文 包括29日上午的声明 而下午突然消失 直到4月30日凌晨 他在微博再度发文 又是一个不平凡的夜晚 还好现在没有昨天晚上的雨 感谢我学生们的陪伴 当然还有更多保存 就是保安人员 这个看到他的微博还未封 但我觉得这个只是时间问题 你看多几天你就知道 上海市公共卫生临床中心指出 由于中心所属的部分 实验室要做改造 因为安全原因要做封闭施工 远方仔科研楼提供另外的办公和实验场所 事前已经制定相关安置方案 并提前通知 但为什么 你既然这样 就要说另一个教授实验室 如果那天P2实验室的设备也没有 something is really not the case 另外一个叫做年年再搬家的网友 这个名字 就是年再搬家的网友 在42727晚上发布博文说 公卫中心2020年将张永震 由中国疾控与防控制中心 调到公卫中心工作 至今未办理张永震的正式入职 导致实验室被迫关闭之后 张永震失业并失落社会保障 这个另一个bubble 即是针对张永震 张永震公开基因罪列 是不是因为这样 有些东西得罪了某一些权贵 而党不要他 抛入他的公卫中心 不给挂正式职位 将他关闭之后 连社会保障都没有 但如果这样 为什么要关闭整个实验室呢 要炒他就可以了 那你给学生留在这里继续做事 混你一个人党委下 石正丽过去嘛 搞定了 为什么要整个学生都要撬起呢 这件事解不通的 明白吗 即是如果你说 只是张永震针对他打就行了 为什么那班学生不是跟他 那班另外请回来研究人员 那你不需要继续run 这个run的p3实验室吗 那为什么你要整个实验室攬炒呢 整件事是不通的 博文说 张永震团队和公伟中心 签订合作协议 在去年 2023年3月到期 公伟中心领导层 提前2022年10月31日 的时候终止协议 那这个对于实验室危险呢 相当加剧的 另外呢 协议中的公伟中心 拖欠的科研经费呢 超过700万人民币 大概96万美金 团队的劳动费和奖金 超过300万美金的 目前呢 张永震是以公伟中心名义 承担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重点项目 仍在进行 团队成员呢 是陈燕工和公伟中心的协议呢 继续续签 仍然生效的 即是你有拖欠经费 这个呢 是中国经济呢 出现问题的一个缩影 公伟中心拖欠科研经费 超过700万 团队劳务费奖金 超过300万 中共一千万人仔 你没钱给 这件事不是炒人 你积压那么久 工资都没有发出来 那你有水过水 没有水散水 散不到水 那你就要继续做 那些人要继续做 你也没办法 你就要炒人家 for what 整件事有些分崩离息感觉 所以这个是显示到你的问题 就是说你这个P3实验室 无以为计 因为呢 钱财缺乏 搞到这些人要炒呢 如果要这样 为什麽突然之间这样做 而牵扯了那麽大的牵然大波呢 哪个党委要负责呢 对于张命震的抗争呢 网友评论说 那么牛逼的科研人才被搞 是什麽顶级秘密非常不可 既然爆出来了 肯定是有问题 粉饰不了太平壁 所以这个情况呢 也都要注意了 给一个小小的科普知识给大家 所谓的P3实验室 就是完全无菌 研究病毒和微生物的高等实验室 是P4之下重要的地方 P3实验室是安全防护 第三级实验室的简称 Peer Protection宿舍 整个实验室是完全密封的 处于负压的状态 所以内部气体不会洩漏到外面 而造成污染 也就是汽流的单向流动 说就是这样说 说就是相当厉害 但是做是不是这样呢 今天大家知道 中国特色的东西是什麽 就大家知道了 以微生物和毒素的危害程度不同 生物安全防护实验室分为四级 一级最低、四级最高 一级实验室 适用于对健康成年人 无致病作用的微生物 二级适用于对人和环境中 有中等潜在危害的微生物 三级适用于主要透过呼吸途径 使人传染上严重甚至致死疾病的 致病微生物和毒素 伊波拉、武肺、沙士 这些竞秋的病毒 基本上都和这个有关 四级就是传包 适用于对人类具有高度危险性 透过气溶胶途径传播 或传播途径不明 尚无有效疫苗或治疗方法的 致病微生物或其毒素 这个就是说 2020年初的武肺爆发的背景 这个就很清楚 我不喜欢说新冠 我喜欢说武肺 不好意思 中国病毒、中共病毒、武肺肺炎 都可以这么说 但不要说新冠肺炎 COVID-19 所以这个情况已经开始发酵了 那我想 试探的情况 可能未来 因为不了了之 因为会有些事情继续在不断延当一段时间 甚至爆一个大新闻都有可能 三种吹响都有可能 但我再重复一次 我的观察 一是否事先有洩漏才搞那么多事情 即这个和2020年的情况 2019年尾的情况非常类似 第二样东西就是说 这些人会不会因为他们的抗议 而导致他们故意报复而外舍一些病毒 第三样东西是否他们现在在围权 今天围权就是表面的状况 即是说 又没有水散水的问题 不是有水过水 而是没有水散水 那没有水散水 散不了水 你给不到支欠费 经济补偿金 那些人怕会躁起身 没有sufferance 那我怕要讨回公道 讨回公道过程中 他不管实验 甚至那些破坏实验等等的东西 会不会出现呢 那你里面那些蝙蝠 里面那些老鼠 里面那些实验品 在这段时间 你没有做实验 那怎么办呢 整个实验室的运载点 完全不透明的资讯 于是大家可以猜猜猜 希望大家做最坏的打算 一 非必要 不要到中国大陆 尤其是上海 OK 第二 各国呢 现在呢 应该是很关注这个新闻 要求更多资讯 甚至呢 主动 不要等世卫 主动地在关口 我觉得这件事不是那么简单的 尤其是他放在一个 跟共产党过程受密的 美国的一个叫做世界新闻网 去报出来 这件事是绝对不简单 我希望大家呢 不要掉以轻心 我们希望未来有机会都密切 观察着有关状况 希望大家身体健康 也希望大家平安顺利 我们下一次再说